你怎么能走我家也不选走啊 你怎么剩下我娘一生日啊 对不起 对不起 皇上 王爷走的实在是冤屈 求皇上为王爷做主 对不起 你是何人 为何会说勇气冤屈 回皇上 妾身是王爷的格格胡氏胡云角 自从王爷病重以后 一直是妾身侍奉左右 其实 其实王爷早已病重多时 可一直不敢用江太医 就是因为当年 额娘背着皇后娘娘 刺死了凌云彻 皇后娘娘心生怨恨 与额娘不合疏远 王爷才不得不一职避险 胡云角 你在胡言论语什么 死死凌云彻 乃是皇后娘娘吩咐我做的 哪来的皇后娘娘对我疏远 心生怨恨之说 云角 平日王爷待你不保 你不能信口开河啊 额娘 在皇后娘娘进族之前 您有多久没进过怡空宫了 除了带十二阿哥进去请安以外 皇后娘娘何时见过您 在皇后娘娘那儿受了那么多委屈 王爷真的是心疼您 是 你是说 勇气知道凌云彻之死 不是皇后命于非做的 是 皇后娘娘本就不希望凌云彻死 还命王爷找了块风水宝地 好深暗躁 什么风水宝地啊 当时是真名勇气 把令云车扔去乱葬岗的 王爷本来是按照皇上的吩咐般的 可皇后娘娘实在不忍 又伤心过度 还好几次地逼迫王爷 王爷也实属无奈啊皇上 才最后违背了皇上的意愿 为此王爷日夜难安 病情急去加重 他为了一己私情害死了王爷 这样的人 怎可为人母为国母 皇上 王爷生前还说 皇后娘娘此生最在乎的 便是凌云彻 有这样的题目 他深以为之 你这个毒妇 我的勇气都走了 你还利用他去收入嫡母 别用心什么性子你心里清楚 我跟皇后娘娘比你更清楚 你断然不会说出这样的话 皇上明鉴 皇上 刚才那些话确实是王爷所言 妾身伺候王爷这么多年 与王爷情赌 今日冒死相告 便没有准备夺活 你做什么 你做什么 王爷 您别留下切身一刃 切身 这就 来了 王 王爷 是 皇上 太医弃绝身亡